Hello 大家好 我是汽车老 Dennis 然后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汽车车器保养的这一块 然后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我们汽车车器呢 基本上是由两个层面组成的 一就是我们汽车原本的车器的颜色 然后第二层呢就是光油了啦 然后这两层加起来呢 它的厚度是在0.2-0.4mm之间 所以就是当我们的车的光油呢 一直被磨损的话 一直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之下的话 它就会受损了啦 受损的话就是代表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汽车越来越不几辣了 不亮丽了 然后呢就是很多人会问 诶 我需要做Coding吗 我需要做PPF吗 我们今天大家就很快速的介绍一下 基本上Coding呢就是在你原本的光油的上面 如果你的汽车车器的状况不是太好 有一些花的话 它就会做一层抛光先 它做了抛光之后呢 它就apply这一层Coding下去 然后这样子的话来保护你的原本的Lacker 就是光油 然后PPF呢就是在同样的 如果你汽车的那个车器状况不好的话 它也会做一层抛光的动作先 然后再连上一层的这个连子上去 这样子这两者的话 我需要用哪一种呢 就是如果你是长期在外面 你的车很容易肮脏 然后就是在清洗的时候不容易的话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用Coding啦 因为Coding基本上它是多加了一层液体上去 它是有Hydropropic的一种Effect 就是当水珠滴下去的时候它会直接流开 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这个代表着你的车表面不容易粘上那些污迹 如果是你长期在外面时常有跑远路啊 时常在highway有跟车啊 有时常给石头打弹到你的bumper啊 你的车盖的话呢 这样子你可以采用PPF 因为PPF呢它是多加了一层连子上去 然后如果是有石头弹到它花掉的话 如果它有没有自动康复的功能好 多几年你是可以把它拆掉的 OK 所以这两种状况 你们大家都清楚了 然后不管你是用PPF也好 还是Coding也好 其实洗车更加重要 然后在今年呢 我也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买了一个新车 然后就是也因为MCO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出去做保养 然后就是经过上网研究啊 就是找到了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从1965年就开始了 而且这个产品还是 英国皇室御用的这一个洗车机 Auto Cream 这家拥有56年经验的公司呢 他们长期就是供应给那些汽车大厂 还有这些汽车的美容院 不要好奇 其实你的车可能已经用过他们的产品了 当然在他们的产品系列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是从清洗到保养到保护都有 然后在他们这一系列产品之中呢 我最强力推荐的也是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 就是他们这一个Rapic Selamic Spray了啦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其实这一个在使用过程是非常的简易的 你看到我在做这些动作的吗? 我在20分钟25分钟里面 我就可以把整辆车做完这个Coding 然后它可以给我高达3个月的这一个保护 然后车亮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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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这样子 同时呢还有这一个Hydroplobic的这一个Effect 就是水族的这个Effect啦 就你的车不容易肮脏 然后也更容易的清晰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我的汽车黑色的 大家都知道 驾过黑色的车人 这个车气的表面是非常容易呈现出那些挂伤的 所以我采用了他们的这个Super Racing Polish了啦 这个Super Racing的Polish呢 我跟你说 他们得到了4次Detailing World Polish of the Year的这个奖项 所以这个奖项已经可以解释他们的这个实力了啦 然后最重要的是 Apply这个Polish呢 因为我的车气的关系 我不需要做太大的 要拿那么去摸摸摸的拌子 我只是采用他们的这个Spunch 然后把那个Polish放在中间 这样子轻轻抹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就是采用他们的这个Hi-Tech Finishing Trough 轻轻抹掉那个东西 你的车即刻呈现这一个非常亮丽光滑的这一个表面 然后同时这一个Polish呢 它除了就是移除那些挂伤 还有就是呈现更亮丽的车气之外呢 它也是有这一个Hydropropic的这个Effect 就是那个水族的这个Effect 让你的车不容易沾上那些5G 不过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呢 就是在Polish过后 就是用他们的这个Rapid Ceramic Spray了啦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确保你的车长期最少伤 每个月是在最亮丽的一个状况 然后还有最后最后一个点 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你吃不好用不好 没有护理好的话 就像我的头发这样子 跌头发 OK 所以 其实来到这个汽车洗车业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在Auto Grim 产品之中呢 他们有一个是叫做Bodywork Shampoo Conditioner 有Conditioner的哦 不要开玩笑 它这个Formula呢 就是酸碱平衡的一个产品 如果我们是购买到一些比较劣质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呢 它表面上就是看起来 哇泡沫很多很容易洗 但是那可以其实说就是它的碱性可能会比较高 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对你的车的气是有伤害的 这一个Auto Grim的Bodywork Shampoo Conditioner呢 它的PH Balance是Balance的 然后就是它的泡沫也比较少一些 不过它能很有效的把你车器上面的这一个汽车洗干净 的同时呢 它还有Conditioner的功能 就是让那些汽车不容易粘在它的表面上面啦 然后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的车有没有做一些额外的这一些保护 像像Cooting 像像PPF的好 这一个PH Balance洗车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至少每一个星期要清洗一次 然后把车Cooting也好PPF也好 没有东西也好 把车器表面的那个5G移除掉 不然的话长期的话 它对你的车器对你的Cooting 对你的PPF也是会造成伤害的 这样子如果你在想更加保护你已经额外做的这一些保护层呢 其实你也可以继续采用它们的这一个Rapid Ceramic Spray 它可以为你已经做的额外的这个保护层呢 提供另外一层的这个保护 除了当时我介绍的那几个主要清洗还有护理的这一些产品之外呢 这个Auto Cream 还有其他的产品就是好像这个Custom Wheel Cleaner 就是像我这样子很喜欢每天让那个Sporting干净干净的 然后你喷一下清洗非常的容易 然后呢还有这个产品就是这一个Air-Con Sanitizer 了啦 然后这一个Air-Con Sanitizer 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它可以在20分钟里面移除你车内高达99.99%的这个细菌 包括现在很流行的这一个冠状病毒了 然后它还有留下一股香味 然后就是让车内的乘客都享受到最干净的这个空气 然后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 所有这一个Auto Cream 的这一个产品 在我们的这个Store 里面呢 都会有一个10%的折扣 如果你是购买这个Super Lashion Polish 或者是Rapid Ceramic Spray 的话呢 你将获得免费的这一个Body Work Shampoo Conditioner 的这一个产品 然后记得打这个游戏码咯 是Free Shipping 的啊 东西嘛 Eli Free Shipping 主持人们的嘟转并化 找屏感 部门 6 1 3 2 感谢观看